众所周知,拉特兰的萨克塔大多都有自己的守护冲 而这些以现实枪械为原型的宠械大多都有自己的故事 空想花亭版本更新了三位来自拉特兰的萨克塔干员 影线、空构和审约送葬人 他们的武器原型和2D模型技能设计都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细节联系 今天这期娱乐性质的解读就围绕他们三人的武器展开 先从影线开始 精力会大面积隐藏在枪套里 精二只有仰视角 影线所使用的武器从力会中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从2D模型所展示的武器来看 影线的武器应该是HK USP手枪 就是大家在CSGO里用的比较多的CT方手枪 不突出的机锤加上较深的枪颈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 当然更能验证这一点的是影线的二技能给武器上的消音器 USP加上消音器的经典组合应该可以说是CS系列发扬光大了 同时影线的机键动作也有一个小彩蛋 单手验枪 这个酷炫的战术动作 很多人应该是在基努里维斯主演的极速追杀中第一次看到 当时他进行验枪的是一把黑色的M1911 不过在这个系列中 HK手枪也有出场 P30也就是P2000的改进型 而P2000其实也是针对USP改造的紧凑型号 所以影线用的也可能是P30 反正他们长得其实都挺像的 然后来说说新怪节空构的武器原型 他的力会力已经展示的很清楚了 虽然精一精二力会枪管长度不太统一 但是这把枪的外形结构实在是太特别了 一眼就能认出它是鲁格P08手枪 这把枪正如其名 是1908年服役于德军的手枪 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军用制式手枪 作为一把使用肘结式闭锁机制的半自动手枪 鲁格P08枪体上方的小圆柱体 特别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毕竟没有机锤又没有套筒的手枪 很难再找到第二把 而当它开火时 你会发现上部结构向上折叠弯曲 形状特别像人的手肘 这也是它被称为肘结式的原因 鲁格P08的生产供应要求高 结构复杂 零部件也很多 这导致它在恶劣战场环境中故障频发 可靠性低的同时 造价也极其高昂 所以鲁格P08的手枪产量极为有限 从1900年减制成功到1942年停产 鲁格P08生产了200多万把 急速膨胀到700万人的德军需求 实在是太少了 1938年鲁格P08被更先进 更廉价的瓦尔特P38取代也是必然的 当然正因为其稀有且造型独特 很多德国军官都以拥有一把鲁格P08手枪为荣 而从大洋另岸来的美国人 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收集战领品是美军的传统 日本军刀和鲁格手枪 就是其中最抢手的两样明星产品 然而鲁格P08手枪的保险结构 和美军配发的伯朗宁手枪是完全相反的 同时鲁格的扳机形成较短 所以经常发生走火误伤的情况 在美军中也就有了咬人的鲁格的称号 在经典美剧兄弟联中 仰角角色胡伯勒在正式投身欧洲战场以前 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一把鲁格P08手枪 结果在第七集开幕 胡伯勒击毙了一名骑马的德国军官 从他身上缴获了一把鲁格P08手枪 在漫天飞雪的阿登森林 他一个散冰坑接一个散冰坑的向战友炫耀 直到一声枪响 是胡伯勒的鲁格走火了 打穿了大腿动脉 等军医游行赶到时一切都太晚了 作为战争聚集中小数的乐天犯 胡伯勒经常主动打头阵 阻止老兵霸凌新兵 解放荷兰时 在旁人沉迷于荷兰美色的时候 他反而抱起了街边的孩童 这种堪称模范的老兵不明不白的就阵亡了 对整个一连的士气都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荒谬的死亡进一步渲染出战争的严肃与无情 不过武器本身的这个咬人梗也以一种续剧化的形式 体现在空构的技能中 二纪年的这个概率现音啊 堪称2023年年度抽象整活 最后是圣约送造人的武器 温切斯特M1887 相比于1887 他的后背世界上第一款奔动式线弹强 M1897的知名度要更高一些 也就是在绝地求生 人间地域战地等各类设计游戏中出场率很高 毕竟这M1897曾经作为美军一战欠豪战指定兵器大杀四方 在一战和二战中都有所活跃 而作为前辈的M1887 虽然说是前作 但实际上采用的是杠杆式操作射击 此时由于奔动式线弹枪的兴起 即使M1887被认定是第一款真正较为成功的杠杆式连发线弹枪 但市场已经失去了对杠杆式线弹枪的兴趣 所以M1887可谓身不逢时 但这把枪其实可以算作温切斯特联发武器公司的经典招牌产品 这也得益于一部电影 《终结者2》《审判日》 这部由史瓦辛格主演的动作电影是上世纪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极大产品 史瓦辛格在电影中饰演的T800也成了90年代硬汉形象的经典符号 在《终结者2》中有一段 史瓦辛格一边骑着摩托车 一边用线弹枪向敌人开火的画面 使用的线弹枪就是温切斯特M1887 由于其杠杆式的操作设计 史瓦辛格可以通过一只手转枪换弹实现单手吃射 这个转枪追车的场景可以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宋招的三技能也是捏他的这个动作 难度系数很高也很帅 正常设计用这个动作评价为屌用没有 史瓦辛格2003年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因此他本人在国内也有了州长这个称号 而这个经典的转枪动作也被称为州长转枪 这把经典的M1887也有时会被人叫做州长 可见其印象之深 以上就是泰大战士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知识一下 新年的后续再想办法了 不要不急不要急 让我再摸一会